對於敗選的結果不僅是國民黨在找戰犯 民眾黨也在找戰犯 那國民黨的2024競選發言人林濤就痛批了 說科辦的這個總幹事黃珊珊就是這一次罪魁禍首 那對此呢黃珊珊在昨天上午的時候就在臉書上做出回應了 他說有心人在我軍跟盟友之間製造敵人挑撥離間 他說都是最廉價的手法 而且呢這些勾心鬥角背後插刀的事情 自己也沒有時間理會 因為他們要做的就是努力把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他們接下來將會繼續努力爭取更多人的認同 人民最誠懇的聲音相信你們自己 民眾黨支持者一聲聲的加油 讓競選總幹事黃珊珊在臺上落淚 柯文哲在這次總統大選中拿到369萬票 自許民眾黨創下奇蹟 但藍白得票率比近六成 卻沒達成政黨輪低的目標 藍白都在抓戰犯 民眾黨內部開出第一槍 前秘書長謝迪宮在開票當晚就點名 黃珊珊過於重視雙倍 質疑她破壞藍白河是否該負責 黃珊珊應該給支持者一個招待 而國民黨2024競選發言人林桃爺指控 黃珊珊用假民調讓藍白河破局 是藍白敗選的罪魁禍首 在選前這個民眾黨的黃珊珊 多次的拿一個自己做的手機民調 告訴大家只有她能挑戰 賴清德成功 結果我們看到結果 卻是民眾黨自己是排名第三 所有台灣的民眾現在看清楚了 真正沒有穿褲子的 就是柯文哲主席跟黃珊珊 對此柯文哲在開票後的記者會上表示 找戰犯的事 我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很嚴肅的講一句話 那些在指責別人的 先問她自己她幫忙的多少 面對電外夾擊 黃珊珊昨天在臉書表示 有心人在我軍和盟友中 只找敵人挑撥離間 都是最廉價的手法 這些勾心鬥角 背後插到的事情 自己沒時間理會 要努力的把柯P送進莊東府 柯文哲是他政治路上的博樂與恩師 他會永遠勇敢的支持柯文哲 侯友宜這一次以91萬多票的這個差距 敗給了賴清德 那國民黨前發言人蕭敬妍 他就對此表示說 球隊你這個戰績不好啊 除了主將應該要被檢討之外 應該總教練也要被開除來以示負責 所以呢 他說國民黨主席 竹麗倫理所應當要請辭 國民黨主席 蕭敬妍表示 總統辦選除了候選人的原因之外 看得出來不僅是之前的氣爆 完全沒有發生 更顯示喊了一年的藍白盒 完全沒有用 而除了總統敗選 部分區立委名單是由主席全權提名 代表的更是民眾對於政黨的支持度 尤其在選前 竹麗倫不斷自稱這一次的不分區名單是史上最佳 自己信心爆棚 但是結果不僅政黨票再度落後民進黨 比起2020年的政黨票還只有增加4萬票 反觀民眾黨大增145萬票 黨主席理應負起責任 而除了蕭敬妍開除第一槍逼宮之外 國民黨青年團前團長田芳倫也表示 未來半年到一年最適合的在野黨領袖 就是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他還說朱麗倫已經完成了他的階段性任務 在此時此刻負起政治責任 接下來讓戰鬥攔來 不過身為當事人的侯友宜呢 被問到呢 有人說朱麗倫是否應該要為敗選負責呢 對此侯友宜他是認為 敗選是個人的努力不夠 而他也說希望朱麗倫能夠繼續當黨主席 帶領國民黨改革 朱主席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以及立委的選舉過程當中 他進了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他幾乎把所有我們各黨的所有的獲選人 以及各縣市的首長 包括我們的區域跟部門區的立委 黨都到頂嘛 黨都到頂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一次的區域的立委算得不錯啊 到53席啊 大幅成長 成為國會最大的 這就是我們大家團結一致的結果嘛 所以朱主席在這一次裡面奉獻非常多 至於總統大選 沒有進入人意 沒有完成政黨問題 這是完全是我個人 在整個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打拚不夠的地方嘛 我希望朱主席繼續帶領國民黨 不斷的改革 不斷的進步 讓國民黨能夠翻然一心 贏得民眾未來的期待 除了逼供朱立倫之外呢 現在外界也傳出一種聲音啊 就認為說這一次呢 在大選上浮選的成績非常亮眼的 台中市長盧秀燕最有資格接任國民黨黨 主席一直而對此呢 盧秀燕也在今天上午做出了最新回應 選舉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盡快的讓市民朋友 全部的民眾回復正常的生活 那我就是專心市政 做好一件事來照顧我們市民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功夫 也不是只有今天 在我的任內 只要是公務市政上班時間 不會談選舉 也不會談政治 給大家喝喝喝 謝謝 那侯友宜在這次的選舉結果當中呢 是輸給了賴清德91萬票 那其實依照國民黨過去的例子 只要是總統敗選的話 無論立委席次是如何呢 這個黨主席都難辭其咎 必須要下台負責 然而呢 逼宮戲碼或者是要求朱立倫下台呢 這件事情卻沒有發生 那麼根據《鏡周刊》的報導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呢 朱立倫遭逼宮的三道防線都守住了 根據《鏡周刊》報導 第一道防線是這次立委席次 相較於過去大幅增長 甚至接近過半 因此藍營下一站應該是聚焦在2月1日的立法院長選舉 而第二道防線是侯友宜敗選之後 回歸新北市長身份 落袍市長的罵名必然會成為他難以思去的標籤 要再次重拾市民對他的信任也是一大難題 而黨內普遍認為選後勢必要重整內部以及路線檢討 但不該在陷入黨權之爭的泥鬧中自亂陣腳 第三道防線是前總統馬英九選前接受外媒德國之聲的訪問 拋出兩岸關係信息論的說法引起爭議 而後鷹的核心人士也直言 馬英九之習話可能會對選情有很大的影響 選後黨內也有股檢討聲浪 將部分敗選的因素歸咎於馬英九 所以焦點自然不全在朱立倫身上 接著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這一次的總統還有立委大選結果出爐呢 在政黨票的部分時代力量只有拿下35萬票 不僅沒有跨過所謂的5%這個門檻 他們的區立委也都落敗了 因此在新國會的會期確認他們是出局的 那對此呢時代力量的黨主席王婉鈺就已經率領他們的決策委員總辭 而時代力量立委陳焦華在13號深夜的時候 他就在臉書上面發文炮轟啦 他說選後呢還要追究兩件事情 為什麼黨中央會在選前的幾天 居然呢以外置的影片還有付費上網紅的節目方式來抨擊退黨的黨員 時代力量立委陳焦華13號晚間在臉書上發文 率先就對時代力量黨中央開炮 他說選後我要追究 為何中央沒有經過決策 在選前的數天以外置影片以及付費上網紅節目 大肆攻擊黃國昌而造成多位的黨員退黨呢 其實陳焦華在選前就已經曾經替退黨的黃國昌抱不平 還說我不認為黃國昌是優柔寡斷者 重申他離開時代力量是本黨的損失 而當時王婉鈺回應時代力量不是一言堂 有自己的看法都很正常 而如今大選結果公布時代力量確定新會期在國會沒有席次 面對黨內同志的控訴 黨中央會如何處理目前還沒有獲得相關的回應 鮮餅 演奏 Hole